诶 工厂 这难道是弗莱迪诞生的地方 我去 评为各式游戏讲述精彩故事 大家好 我是Sam大叔 咱们今天继续来鬼师电影院之北风锁的街道 在上一期 咱们因为试图操作心理医生 拿着镰刀头回到现实 结果导致镰刀头遗失在梦境 而且因为没有蜡烛 并无法返回到佳烟纸的房间 所以这次为了保险 我先把这两个东西全部通过邮箱传回到现实后 再离开了梦境 这样镰刀头和尾巴就搞定了 接下来就是要攻略吉他手的梦境 我利用金杖把现实中的工具全部给他传送了过去 这样就能修理幕后的设备了 第一个修理好后回到舞台 可以看到吉他手和血色一地的人们 正在激情的表演 大家关系也是非常和睦 第二次修理好后回到前台 可以看到吉他手非常不开心 对红毛主唱走得过去 黄毛及时阻止了他 直发小姐姐站在吉他手这边 其实从这里可以看出 左边这三人就是陌生人中的那三个 再次修理好零件回来时 是有吉他手自己的 从舞台上走下了一个戴着面具的金发篮子 直接丢酒瓶砸到了吉他手 再次修好后 舞台出现了一个箱子 但是需要密码 这个密码又需要最后一个碎片 它肯定是在现实 但是会在哪呢 这个屋子没有 这个屋子也没有 总不能在大街上吧 我去还真的 但是怎么打开呢 用这个罐子引爆 好像拿不下来 用稿子设一设 诶 等等 这个不会是游戏中的钱吧 老板娘 你的钱夹子借我一下 到手 这样最后一个密码也搞定了 打开箱子后获得镰刀中波 把它们拼在一起 镰刀就到手了 但是去哪用呢 诶 乘手门 看样子又有很多地方要探索啊 那么本期视频 喂喂喂 都快结束了 别老吊着大家呀 好像是不太好 那么为了节约时间 我就快点讲述吧 这两个机器是发电机 操作两个人上去就能发电 发电后打开门 就能继续前进了 走到后面可以看到餐厅老板被挂在绳子上活活烧死 同时旁边的人身上还有一把宝剑 拿到他后就能开启最后一个传输门 这个法阵上要站上两个小姐姐 再把大宝剑放上去 结果弗莱迪就是饭店老板 根据这条线所推测 饭店老板应该是加入了什么组织 结果被他们杀害做成了弗莱迪 之所以饭店三权 那是因为他心爱的老板娘在那里 组织全员出货 游戏圆满结束 目前游戏只有这三个故事 之后作者再更新的话 大叔也会为大家及时更新 该游戏也有手续版 喜欢的话可以自行下载 喜欢视频的话就差点支持一波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